创作欲见平静了 没有啥能拍的了 我都不知道拍啥了 就现在成天 成天处在家里边 拍啥呀 都整不会了 现在杨大哥 怎么办呢 之前我们还没回国那会 我还合计回来 应该有挺多东西可以拍的 因为在巴斯坦资源区 环境也不能 所以带阿霞来国内以后 他应该 见过 能见很多没见过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哇各种的震惊呀 这那的第一次 但是后来 阿霞的性质吧 比较闷 没有那种 炸炸糊糊的那种 哗哟这那 哗哟这那样的 所以可能就是 这个系列不太好拍 哎呀 丑日子 你说我们又不会演剧本 不会 不会就是演戏 咋整啊 丑死了 很多人说 要我领着 他俩去旅游 买个车 自驾到处转一转 现在还不合适啊 实际还未成熟 主要是因为他 他隔三差五 要去打枝现在 另一个还是太小 长途跋涉 不行 起码得等他这个 这个枝稳定了 以后长时间 打一回这种 然后他长大点 能听懂 咱讲话了 才能去呀 你说现在怎么去呀 没法去呀 这些妈 你就说别说长途跋涉 你就现在让我去趟什么大连呢 去趟济南呢 就带着他的情况下 都够呛 这好吃你吃啊 他刚才 昨天晚上 秦亚南拿来的念包 和一样 这里边有一片 这个叫什么 培根还是火腿 他拿出来 拿出来让我吃 然后他吃这 多好吃啊 好吃 这个吧 蜜糖 你不要 你吃牙 你不要 摇一摸 啊 嗯 好饱呗 好不好吃 可以吧 嘿嘿 啊 你快点吃 吃完了赶紧看小羊 好不好 去看看你的两个朋友 吃饭没吃饭 我跟你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看着我呀 好啊 啊 都不啥 拿 拿 拿什么 你就吃 你就吃你的吧 但是我这个给你咬一口 我这个甜 可以吧 什么表现 嘿嘿 嘿嘿 来吧 来吧 把这个面包给我咬一口 给我吃一口 我要吃 嗯 嗯 嗯 喂我 喂我 嗯 喂我 嗯 嗯 你这样吃我好饱饱 人家这什么味道都行 哎呦 你这吃个好饱饱 哈哈哈 现在都自个儿抱着奶瓶喝奶 喝了啦 喝了啦 差不多行啦 最近学会了自己抱奶瓶 从巴基斯坦到回来就刚刚开始自个儿抱奶瓶喝奶 真好耶 小多味 又耍上了 现在白天呢 我基本上一天都看不见他呀 就晚上吃饭的时候能看你一会儿 然后晚上临睡觉前能看一会儿 一老起的奶奶爷爷都给他抱出去了 但外边一疯疯一天 一闹闹一天 哎呀 我们是真轻松啊 嗯 这家里的女孩 嗯 他们的20,000人 哦 他们的视频你 你 你死大了一下哦 他们的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 你好 这个 这个警察就特别的啊 哦 对吧 哦 所以这个 可以啊 嗯 就和我们的这个 就是特别的啊 嗯 你搞一下嘛 嗯 嗯 你老实点吧 哎呀 哎 看这里 这谁也是小鸟 小鸟是谁呀 你看他们的家 非常 哦 很多很多人 没有这个生活呀 所以他们 他们喜欢录像这个 这个 这个视频 嗯 阿霞在这学习如何拍视频呢 他在看他们 他们就是 当地的那个网站 有几个 巴基特沙老娘们儿在村里拍视频 他说你应该学一学习他们 他说这个 这种视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玩儿有啥特别的 你本身你那个 在村里那种生活就比较特别 很多人现在都住在城里 是是 他拍一遍 那玩儿 杨太高 你露个脸了 你露个脸 说再见 来 杨太高 他们到家 我只是 阿露做饭 咋是阿露啊 他说今天阿露 还会说阿露 啊 杨太高 说再见 来 拜拜 你什么拜拜 你好几天都没说拜拜了 好几天 没说拜拜 嗯 哎 哎 哎 哈哈哈哈 哈哈 嗯